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事故全书的划分 义坚本身分为素相占礼这四种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像素派 这次我们把像素派放在下面 我记得在138单元的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 这个像素派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占卜宗 吉祥宗 还有这个造化宗 也就是所谓图书宗 这三宗 在三宗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方素 可能是传至于像素派 那我们在139单元里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像素派呢 它跟金伦经有关 义礼派跟古文经有关 古文经有关 所以义礼派的出现是比较晚一点 我们在读义经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很困惑 也就是义礼派的这个义经 跟像素派的义经 居然是在不同时代出现 不是应该同一个时代出现 所以这个其实中辟也困扰得非常久 但后来我们一直了解到 金伦经跟古文经的这个争辩之后呢 才仿然大悟 原来呢 这个像素派的义经 它最主要的传至于金伦经学派 义礼派的义学呢 最主要是传至于古文经学派 大概最主要传至古文经学派 所以义礼派呢 它有分成三宗 根据四库全书的分法 第一个叫老庄宗 第二叫如礼宗 第三叫死士宗 所以我们就把中拼呢 就特别的画了这张图 也就是义礼派里的也是包括三宗 包括老庄宗、如礼宗、还有死士宗 然后这个相助派我们就简化了 简化了 就没有把这个占卜中 详绩中 还有造化中把它画出来 很多人在读作译的时候呢 都非常热衷于这个占卜的闲居 还有占卜的方法 但是因为重视占卜的闲居 而不重视占卜的方法 可是呢 却不无事以里面的哲理 那这样做呢 只是会增加疑惑 所以我看很多朋友跟中拼讲的 要我来帮他补个卦 或者是补个卦之后呢 要我来跟他解释 但是有时候呢 解释在半天之后 不一定听得懂 不一定听得懂 也就是因为把他产生疑惑 也就是呢 如果我们只强盗补卦 补出疾跟胸 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 根据《易经》的说法 在疾跟胸当中有九种不同的论断 所以你不是简单的疾跟胸 这两个字可以概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们看《易经》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很困惑 假设我们强调补卦的时候 常常会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常常说 宇宙万物当中自有定数 那自有定数呢 在疾跟胸之间呢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可能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的词间跟大家提到 除了疾胸之外 还有哼啦 还有吏啦 还有吏啦 还有吾咎啦 还有吏啦 还有吏啦 那另外还有聚啦 还有咎啦 还有胸啦 等等各种可能 所以想要掌握这种可能 你就必须要理解《易经》当中的义理 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易经》当中的义理 有时候你看了文字 你只问疾或胸 但是除了疾跟胸 只是它在九种可能论诞当中 两种 它是两个不同的极端 在两个不同的极端当中 它还有七种可能 还有七种可能 所以在这七种可能里头 就要包含了非常多人生的智慧 有时候因为你的作为或不作为 或者是有意的作为 或者是说百分之八十的作为 它才能的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易经》里面包含非常多人生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人生的方向 从而远离灾祸 就好像荀子所说的 善意者不补 当你知道《易经》的原理之后 其实不太需要古卦 因为善意者不补 所谓《易经》《易理派的义》 就讲这所谓的道义 道义 《易理派》它可以说是 对作义伦理思想的这种阐述 所谓的《易理派义》 它是用道义的义 而不是用《易经》的义 也就是它代表了对人世间道理的 伦理思想的阐述 而什么是理呢 理就是所谓的真理 或者是哲理或者是命理 是对于宇宙中所遵循的规律 来加以探讨 所以一个是对于伦理思想 如果我们讲《易》 《易经》就是讲《易经》追求的目标 那如果讲理呢 理就是说呢 《易经》遵循的规则 所以一个是追求的目标 一个是遵循的规则 所以《易理派》呢 就强调我们补卦 我们学《易经》呢 它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理解它《易经》的运作规则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易理派》 所以我们知道《易理》呢 它不是凭空而来 那《易理》的出现呢 它就必须要观看《易经》当中的一些规律 包括《六四》挂了挂词还有瑶词 还有包括一些《相传十一》里面的一些记载 如果我们只说桌衣 如果我们只看桌衣的挂词 还有只看桌衣的瑶词 我们会觉得非常模糊 虽然我们在论断的时候 常常用挂词跟瑶词 但是因为挂词跟瑶词 它是非常简单的文字 但是它包含了一大堆哲理 所以看了半天之后 我们常常会只认识吉跟凶这两个字 其他呢就不太认识 也就是说那《易经》的目的就是把这些一头雾水的雾水把它清晰化 所以当我们知道《易经》的《易理》之后 当我们补过来之后 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能够更加理解《易经》究竟是遵循什么规则 那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其中的规则 又能够了解其中的目标 那人生的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那其实《易经》之所以那么难懂 其实也不能太怪《易经》 为什么《易经》在先秦时代 它就是一个补试用书 然后在补试用书呢 最重要的是它要理解主宰宇宙的神仙的定义 就是这个所谓的天 《黄碧》对《易经》做全面性的解释 它把这个具有神性的天把它转化 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形象天跟道理天 我们知道王碧呢 是被列为《易理派》的真正的创始人 他最大的一个贡献呢 就是把天把它加以形象化 通常我们认为天 天是所谓主宰宇宙的神性 王碧呢就是把这个宇宙神像 具有宇宙神性的这种天 把它加以呢 转化成为道德义的规范 把它变成形上天跟道德义的规范 形上天跟道德义的规范呢 就使得先秦的道家跟先秦儒家当中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纪 也就是说形上天呢 是代表什么 代表先秦的道家思想叫道 这个所谓的道德义呢 就是先秦儒家的思想 所以王碧也有人认为他是道家 因为王碧呢 他是把形象天跟道义天 跟道德义的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也是王碧最大的贡献 最大的贡献 所以他是由道入义 他把原来作为神性的天 把他利用道教的 利用道家的这种形象天 然后摘下上儒家的道德义 然后把他变成天的奋济 所以王碧这个人 他可以说是一如一道 透过王碧 透过儒道二家思想 全是意境 所以我们现在对意境的解释 有人读了半天觉得他像儒家 有人读了半天觉得他像道家 其实都正确 为什么 这就归功于王碧对意境的解释 因为王碧呢 他把意境最重要的天 把他真正的解释清楚 而意境的天呢 原来是作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原来作为一个神性的这种天 一个高是莫测天 他把他规范成道德天 把他规范成形象天 跟道德义 所以呢 因为呢 在这里面呢 他就能够很清楚的记 很清楚的把这个吉凶 还有吴救 还有包括拒 还有包括毁 刃 或者是这些段 你呢 就非常容易解释清楚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挂词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 他在挂词里面 凡是何无道义的 凡是何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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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得出的结果是什么 他通常是急的 通常是急 如果是不符合道义的 如果不符合道义的 不符合人类的 人力的 挂词的补出来都是凶的 而且呢 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 这个这样子结果 就必须要感谢 感谢这个 感谢王毕的解释 也就是说 我们发现呢 如果我们仔细 细读窑词 细读挂词 我们会发现 只要是合乎道德的 合乎正道的 补出来挂象 最差也是吴救 不会补到凶的 不会补到凶的 如果不符合人类的 不符合人类的 通常不是大凶 就是有刃 就是有悔 有刃有悔 也就是说 他是不好的 所以 疫经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规律 非常有趣的规律 所以我们现在 一般人 一提到占卜 一不要算命 就总觉得这是迷信 可是呢 严格讲起来 占卜跟算命 这是两件事情 特别两件事情 特别是在路边 摆摊 或者算命 或者是厕制 跟占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算命算的是命 占卜通常是针对某一个事件 来补占吉凶 所以算命跟占卜 其实是两件事情 因为算命算的是命 占卜是针对某一件事情 来判断他的吉凶 在春秋时代 占卜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协问 特别是贵族 贵族碰到吉凶 要占卜之前 通常要摘戒沐浴 要摘戒沐浴 要非常多的准备手续之后 然后才能够进行占卜 占卜 占上一挂的时候 通常就是以疫经作为解释的基础 那我们可以看到 占卜当中的疫经的一个解释基础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原则 这原则是 凡是何无道德的 摇词呢 挂词呢 通常都是吉利的 最差也是无救 如果不何无忍耐 不何无道义的 通常一定是凶 最好也只不过是必有论悔 不是后悔呢 就是呢 会有责任 的意思是这样 无一例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易跟礼呢 他是主导《易经》的一个整条 从六四卦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最重要的原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易相 易礼派跟像素派 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 易礼派是讲易礼贯穿在各个卦象当中 这个相素派呢 是根据这个相跟素 总显示出来外貌 显出外貌不管怎么样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都不会变动 所以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说善易者不补 因为我们知道呢 他是在这个易卦词当中 他含有非常多的天道 含有非常多的道义 含有非常多的伦理 观念在这里面 你只要是心存仁善所补出来卦 通常都不会太差 如果呢心存恶念 补出来卦 很难说很难能够补到好卦 也就易经他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桌子 我们在讲这个原理之前 我们现在讲一个故事 在春秋时代呢 有一个记载 根据左撰相公九年的记载 有一个齐国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这个人名叫沐江 沐江 他说沐江封于东宫 始往而是之 欲更之八 始月是未更之随 随其出远 君必夙出 也就是说左撰相公九年的记载了一段的故事 沐江奉于东宫 沐江是齐沐江 齐国的皇后 这个人名叫沐江 鲁国的皇后 这个人名叫沐江 沐江在东宫去世 在东宫去世 在东宫去世之前 在去世之前 他曾经招请太使来补卦 太使补卦 补出一个卦 叫做更之八 更之八 始月就是太使官说 始月是未更之随也 随其出 均必夙出 江曰王 是以捉予的随 言亨立真 无救 原者体之常也 亨者家之慧也 立者亦之何也 真者士之干也 体人足以常人 家慧足以何德 立物足以何意 真故足以干事 然不可污也 是以随谁无救 而我今妇忍 而为语乱 故在下 故在下 又不忍 不可畏言 不见国家 不可畏恨 作啊害生 不可畏力 气味啊脚 不可畏真 有这使得者 此能有利 而我无这使得 所以即使 补出无挂了 又能够呢 又能够怎么办呢 他说我一定死在这里 这段词 其实讲得非常的令人困惑 简单的讲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了一个故事 这段故事里面记载了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名叫木匠 那木匠呢 是鲁国的木匠 木匠呢 是楚国的一个美女 楚国美女 当时诸侯各国的时候 曾经在讲春秋经挂的故事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分享 春秋战国时代里头 一个政治婚姻 就是国王与国王之间有互相嫁娶 所以鲁国跟齐国呢 他们也有很多政治婚姻 鲁国的女子 鲁国王室女子嫁给齐国 齐国王室的女子嫁给鲁国 也就是他们是皇室通分 但是齐国的女子 齐国姓姜 所以她姜齐 齐国姓姜 齐国的女子长得都非常漂亮 所以在历史上所记录的 这种叫什么姜 什么姜 都是齐国人 而且都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子 木匠呢 她就是齐国的一个公主 齐国公主 她当时被齐王嫁给了鲁王 穆姜呢 嫁给了鲁宣公 嫁给鲁宣公 嫁给鲁宣公之后呢 当时呢 鲁宣公 当时呢 鲁宣公 找了一个皇室的贵亲 叫做俗孙桥 找了俗孙桥去跟他迎亲 结果因为这个齐江 这个穆姜 从来没有见过鲁宣公 可是去迎亲的这个熟孙桥 却长得非常漂亮 却长得非常帅气 所以呢 齐江呢 她就有个特性 这也是齐国的皇室的女眷 都有个特性 齐国女眷都是非常好色 大部分很好色 所以这个木匠呢 原来她是要嫁给鲁宣公 嫁给鲁宣公的时候 没想到鲁宣公派了一个 叫做俗孙桥的一个亲贵 应该是她的叔叔之类的人 跑去迎亲 结果这俗孙桥长得太帅了 木匠居然爱上了俗孙桥 对俗孙桥非常有好感 所以呢 木匠嫁给鲁宣公之后 常常借机呢 找这个俗孙桥到皇宫来 到皇宫来 没有多久呢 这个木匠呢 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一个孩子 就是鲁宣公 生了一个孩子鲁宣公 生了一个孩子鲁宣公 但是这个木匠呢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他是看到帅的男子都非常喜欢 他除了喜欢这个俗孙桥之外 谁的俗孙桥之外 只有任何大臣来到鲁宣公 到鲁宣公宣去拜见 他一定一起见 见了之后 如果这个大臣长得很帅的话 他就一定会留下来 跟他一起喝茶聊天 那之后呢 有没有做了什么事不知道 但鲁宣公显然非常疼爱这个木匠 所以对木匠所作所为 通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何况呢 木匠又替他生了儿子 这个儿子呢 就是鲁成王 所以呢 这个木匠就是 简单来讲 他就给鲁宣公戴了绿帽子 但鲁宣公呢 都不讲 都不讲 明明戴了绿帽子 都不讲 别人跟他讲 你要注意你老婆 他说我老婆非常好 所以后来鲁宣公去世了 鲁宣公去世的时候鲁成公即位 鲁成公即位之后呢 当时木匠呢 就是年纪轻轻的 可能是三四十岁 守寡 守寡之后呢 但是呢 他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呢 隐藏住心中的欲望 所以他的私生活更加的不减点 所以呢 这时候呢 他又私通了另外一个人 私通了另外一个人 他就想到谁 想到当时去迎亲的孰孙通 因为孰孙通当时被认为 被认免为三个顾名大臣之一 他就跟孰孙通又好上了 跟孰孙通好上之后 结果这个鲁成公知道了 就他的儿子知道 鲁成公就非常不爽 非常不舒服 他的妈妈跟别人私通 私通呢 居然是当时他父亲派去迎娶的这个大臣 所以鲁成公他的儿子心里非常不舒服 但是他也没讲 因为妈妈毕竟是妈妈嘛 但是呢 坏就坏在这个孰孙桥 孰孰桥里头 孰孰桥跟另外两位府政大臣不合 另外两位府政大臣 所以这两位府政大臣 一直想要把孰孰桥给干掉 孰桥看到自己宫中地位不保 所以他就透过了孰桥 顾孰桥讲的你要跟你的儿子讲 绝对要保住了地位 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鲁国王室的内讧状态 王室的内讧状态 所以呢 这个孰桥可能是被爱情充分的头 有一天呢 他就不顾一切 他就跑去跟鲁成公讲 说儿子啊 你务必要把另外两个府政大臣全部毁掉 你的府政大臣只能有孰孰桥 如果你不把孰孰桥立为唯一的府政大臣的时候 我就把你废掉 因为当时作为母后权力非常大 所以鲁成公听了说吓一跳 他说我的妈妈居然为一个男人要把我废掉 这怎么办呢 所以他没办法就答应了他妈妈 说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孰孰桥立为唯一的执政 所以鲁成公下殿之后呢 就非常不舒服 所以他就找了另外两个府政大臣来讲 说怎么办 这两个府政大臣想说 那就把孰孰桥给外派好了 把孰孰桥给外派 外派当驻外大使 他的做法跟拿破仑的用意差不多 也就是他把孰孰桥给外派 把孰孰桥外派 所以呢鲁成公就说好吧 那就让孰孰桥去当大使吧 所以孰孰桥就被当做大使派出去了 但是呢这个孰桥想到说 哇心上人怎么好久没回来 一听之下原来是他的儿子把孰孰桥给外派 所以这时候这个孰桥呢 就非常生气 就非常生气 就去找他的儿子算账 所以我交代你的事情 你不仅没有把我做 而且居然把孰孰桥给我派到外国去 就是什么意思 结果鲁成公一听到就吓一跳 所以他又跟两个大臣商量 这两个大臣说 没有办法把你把你妈妈抓起来关吧 不然没办法 所以呢鲁成公也无可奈何 就把他的母亲给拘禁起来 把他母亲给拘禁起来 孰孰桥回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政庭的内政 孰孰桥回来之后 他们就把孰孰桥给干掉了 想一不做二不休 所以孰孰桥就这样挂掉 孰桥挂掉之后呢 这个两个府政大臣就劝鲁成公 说你一定啊 对你妈妈 我看不要理他 让他饿死算了 这鲁成公于心 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想到他这是自己的妈妈 虽然他妈妈有做错事不所复得 但毕竟是自己妈妈 何况他又把他的情人给害死了 是怎么办 所以鲁成王呢 就虽然呢 心里不俗 但是呢 这件事情就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沐江呢 他被关在宫里面呢 关了很久 关了很久之后 他想着自己不能出去 所以他就找了太子给他补挂 补的挂就是说更之八 更之八是什么 是随挂 随挂根据挂成的意思是说 元亨力争无救 他的挂子是这样 如果各位去翻疫经 所以发现随挂里面呢 他写了这么几个字 元亨力争无救 但各位知道元亨力争是什么 元亨力争是在疫经六四挂当中 最好的挂词 疫经当中最好的挂词 没有比元亨力争四个字更好 所以这太子跟他讲说 你补出的挂是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这个沐江就说 那怎么样才能大吉大利 他说无救 无救意思 没事 你放心 但怎么挂 他说 但是你补出的无救是随挂 他说 根据随挂的意思 他随着出走也 所以你不如出走吧 你不如出走 他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出走 走出鲁国 你干脆回到齐国去吧 你就会平安无事 如果你在宫中 可能很难讲平安无事 就劝这个沐江 不如离开鲁公吧 回到齐国去吧 因为补出随挂 随挂是讲说 这个元亨力争无救 元亨力争无救 在疫经当中 大概有七八个挂 都有元亨力争无救 补出随挂 随挂什么 随挂意思是出走 所以他说出走有急 结果呢 这个沐江听了之后 说没有救了 我必死在攻你 我必死在攻你 这个太使就问他说 王后为什么这么讲 他说元亨力争 补出这个极挂 有几个特性 他说元者体字长 亨者家之慧 易者力字长 真者私字干 体人足以常人 家德出于合体 利物出于合一 真故出于干事 这几句话都是易经细词说的 他说元亨力争什么意思呢 元亨力争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体之常 必须要仁德 必须要家之慧 必须要有富德 然后必须要易之和 必须行事符合正义 而且真必须要珍贵 珍是女子守珍 真者干事长 他说这四个长处 我完全都没有 我完全都没有 所以你补出了元亨力争 就是我的催命骨 我必死在宫中 这是春秋时代 左传记载这么一段事情 这段事情其实也无所谓 后来果然没有多久 这个沐江 这个沐江 果然封于东宫 也就是沐江在宫中去世 左传就记录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记录左传 从此做春秋有个 违言大义 违言大义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是用一个违婉婉转的话 把他讲出来 所以这段话就被王毕认为说 易经所补的卦 你必须要行人历之事 所补出自然之急卦 如果行不仁之事 补出来急卦也必然不急 所以这是义礼派的义跟礼 最重要解释 其实在这义经的卦象里面 还有很多种 还有好几个 历史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用 这样的一个补卦的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人不正 即使补出好的卦 结局不好 这个沐江 所以沐江虽然是做一个老公 做一个老婆可能是不合格 做一个妈妈可能也不合格 不守护道 但是春秋时代不守护道 也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太难看的事情 但他觉得他自己做了 如果你只是不守护道无所谓 但他除了不守护道之外 还要参与朝廷的政争 还要想办法去害死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说他做了哪一件事情 通通都不是正道之事 所以他必然死在宫中 所以我们可以在义礼派的义跟礼 基本上就跟做人的行事端正有没有关 是有关 所以他说 他说自己是不圆不亨不利不争 他说义为君子道 不为小人魔 因为自己是一个不圆不亨不利不争 是个小人 那义为君子道 不为小人魔 所以我补出这个卦了 怎么会是吉利呢 怎么会是吉利 可见沐江就在霍南 他坦然接受这个圆恩利真 这个随挂圆利真 吴救这个挂 他就这样死在东宫当中 死在东宫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马王堆出土的博树易经七篇 有一个叫药 这也被认为解释易经的一段文字 他记录了孔子曾经 子贡曾经问孔子 他问孔子说 孔子何以啊 孔子你为什么老啊好义 老啊好义 简单来讲 这段话里头有点长 简单来讲四个字 众得轻事 也就是孔子他晚年的时候 众得轻事 也就是说子贡问孔子说 你为什么老啊好义呢 他说你以前不过啊 他说你都不喜欢易经啊 那为什么老了之后还有好义呢 他说众得轻事 也就是孔子呢 他跟医学的关系啊 他从原来习惯补士 补士的时候 人家问他你补士零不零 他说他十字七八会重 没有完全零啦 不是百分之百零验 十字七八会重 但后来为什么不补士呢 他说我观其得意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孔子学艺经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 在补士的过程当中转变 所以他是重得轻事 然后这个义理派的 义理派解释易经呢 就用这个重得轻事的 这样一个观点去解释易经 他认为只有人力来求卦 才会得出好卦 如果不能不义求卦呢 就不会求出好卦 即使不能不义的人求出好卦 也不会是好的 为什么呢 他就讲了这个春秋时代 左传里面记载木匠的这个故事 记载木匠的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药当中 孔子介绍了三种学艺经的方法 这个其实之前也时间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 蘸阿不达一宿 蘸阿不达一宿 所谓补士 所以孔子叫乌 第二种呢 宿阿不达一德 宿阿不达 孔子说这叫死 第三呢 就是所仁义行求其德 所以孔子学习义经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补士 一种呢 是学习当个历史学家 第三个呢 是学习当个德义家 所以呢 子宫问他说 那你究竟是哪一个 他说我占其德义而已 也就是孔子晚年 他非常相信义经的义理派 义经义理派 所以这义经义理派的创始人 虽然说王毕是创始人 但其实也不尽然 孔子才是真正的创始 孔子才是真正的创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义经当中 义理派所追求义经的目标 例如说我们讲前卦 前卦是象征天 所以象征天 象征天 象征天底运行 因为在天底运行里头 他才强调刚见 强调化身 因为刚见因为化身 所以呢 就是所谓义 然后化身就是所谓理 所以他强调刚见 强调化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义经有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也就是他强调义理 强调义理 就是孔子晚年对义经之所爱不释手 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这个两汉时期盛行的金文学派 古文学派 他在朝廷当中盛行的是金文学派 古文学派只能在民间当作流传 也就是他并不是官学 而马王堆出土的博书七要 他是他的自己 自己 我们刚刚之前跟大家分享 因为他自己不一样 如果是金文经 他是属于历书 古文经 他是属于大传 那博书易经所出土的自己 是什么自己 他们发现博书易经的自己 他既不是大传 也不是历书 他是借以呢 汉历跟小传当中一个自己 也就是博书易经的成书 很可能是在秦朝末年 有人认为可能是秦死亡25年以后 才出现这种字体 所以呢 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博书易经 他除了反映出易经的原始状态之外 他也反映出一个中国文字的变化趋势 中国文字的变化趋势 所以有人相信博书易经所写的易经 可能是比金文经更早的这种易经 所以至于他的易经当中 只有细词只有几篇是一样 其他都不一样 其他都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到了正玄的时代里头 他们已经发现这样的不同 到了王毕的时候 他是更加把这样的精神 更加把这样的精神 把他发扬光大 王毕之后 继承者包括宋朝的服务员 陈怡、张宰、杨万里 这些人通通都是易礼派的大师 所以有人相信文王做易经的时候 本来是作为补士之书 不过这补士之书 因为儒家的败养光大 因为王毕呢 他是读道以乳 读道以辱 读道以辱 使得这个易经又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春秋时代 人们认为易转是作为解释易经最重要的文献 但是易转的作者可能不完全是孔子 因为大部分的易转可能是完成在西汉时代 也就是我们从出版的这些五种不同的周易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周易本身一直在变化 这一直在变化 最后呢 到了正玄时代 到了王毕时代 易经的易转十一 大概都已经定案了 所以一般人相信 易经的易转、易经的细词 可能是出自古文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东汉的末年 到了三国时代 到了王毕时代 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了 道教已经在汉朝当中道流行 所以王毕呢 采用一个以道入儒的方式 重新解释易经 所以我们看易礼派的易 通常就是你的人生目标 就是人类 而礼呢 就是你达成人生目标的途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易经的易礼派的易跟礼 易礼派的易经分成三种 第一种我们叫做以王毕为代表 老庄中 老庄中就是入道以儒 所以老庄中的代表就是王毕 那王毕呢 是将老庄是将引入易经的第一人 而成团也是把道教引入儒教 但是成团却被认为是这个 却被认为是这个 所谓的卦象派 这个所谓的像素派 而不是易礼派 那最主要是因为 所以呢 他们两个也不大一样 所以呢 使得像素派的这个造化派 就是图书工 跟易礼派的老庄中 好像 好像是有点关系 好像是有点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易礼派的 另外第二派呢 易礼派的这个儒礼中 儒礼中是强调儒学之理来阐述一经 儒学之理来阐述一经 例如说北宋的服务员 还有成怡的易学 南宋的朱熙 都算是属于这个所谓的 以强调儒学中的这种易礼 那十四宗 例如说南宋时代的阳万里 还有康熙时代的明晨 礼光帝 这两人用历史来解释一经 所以呢 这就变成了这三宗里面 非常重要是十四宗 还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老庄中 以及 以及我们儒学中 变成易礼派的三宗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易礼派的 易和礼的 这个部分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会一起